你知道吗 当你单身的时候 想认识新朋友或者对象 然后上那些约会软件 发现在跟你同一个城市 有个很美或者很帅的人 你很不自信的给他发一个嗨 没想到他就来回复你 那你就开始跟他聊天 聊得可好呢 大概了解情况之后 你就很自然的问他 要不要碰个面哪 吃个饭哪 喝个酒啊 啥的 哟 他答应你 太好了 你就很激动的等着跟他约会时间 你选择在手下有洗好最好看的衣服 然后弄个头发 可能女孩子还化妆啊傻的 是抱着一个又紧张又期待的心态 准备出门 我想你肯定认识有这样经历的人 在路上的时候呢 你就一直在想 要怎么跟他打个招呼啊 跟他聊那些话题好呢 对吧 然后到了说好的地点 你就 却没看到 在网上跟你聊天的这个人 你就想 可能迟到了一些些啊 没有关系等等 但是过了几分钟 有一个一直在看着你的陌生人 过来跟你聊天 但是跟在网上跟你聊的这个人 长得完全不一样啊 在这个时刻你就明白了 你背照片啦 嗨大家好 我是地蜜 欢迎来到地蜜的植物世界 今天呢 想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植物的小故事 我本来想在家附近的草兵找这个蜂蓝 然后拍自己的内容 但是我没有找到 所以呢 这个视频只能用一些网上的资源 你们肯定觉得前面讲的那一段 其实跟植物没有什么关系对吗 但我其实今天想给你们介绍一个很贼的小植物 它就是蜂蓝 蜂蓝是来自欧洲 地中海 黑海 也还周围地区的一个小蓝颗植物 你别看它长得很可爱 它其实是个骗子 像其他的蓝颗植物一样 它有一个花瓣 长得跟其他的花瓣 不太一样 这个就叫蜂蓝 蜂蓝的蜂蓝长得有点像各种椰蜂 你看出来了吗 本来呢 植物学家认为 这是为了防止被草兮动物吃了 因为草兮动物 害怕被椰蜂钉了舌头 所以不会吃它 这个故事虽然也很好 但其实不是如此 蜂蓝开花的时间 刚好和椰蜂交配的时间一致 这个时候熊蜂很忙 它很着急的飞来飞去 去找雌蜂 看起来可爱 无辜的小蜂蓝 靠它的模仿长相来吸引熊蜂 熊蜂以为找了个伴 很开心地开始交配 它发现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 它翻来翻去 反往会接触到蓝花的花粉块 这些花粉块很容易会张到雄蜂的身上 过了一会儿 失望的雄蜂就飞走 继续找个伴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故事是真的呢 因为蜂蓝的气味 跟雌蜂身上的味道一模一样 蜂蓝怎么会拥有这样的一个传粉策略呢 其实呢 大部分的油花植物 它们的目标是把自己的花粉 传到别的花上 所以虽然我们这个小蜂蓝 它也是自画兽粉 但是呢 它这样靠这个蜂蜂来传粉 也是比较靠谱 为什么呢 因为蜂蜂它交配的时候 除了忙那些发情的事情 几乎什么都不做 所以呢 它很有可能会被不同的小蜂蓝 骗了许多次 这样呢 可以把一个蜂蓝的花粉块 可以转到别的蜂蓝身上 所以呢 你们现在明白 跟前面那一段 有什么关系了吧 被照片过的朋友 你不要伤心 这么看 还是野风比较惨哦 好呢 今天的植物小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 也希望大家都学到新知识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